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说自己是陕西人 陕西卫南人 卫南是一个很古老的城市 前秦时期就存在了 现在还存着许多古老的风俗 他说他很早就去深圳打工了 那时候还分官类官外呢 最早跟着别人在中英街那边贩卖东西 后来跟着别人做外贸 做服装 开始赚了点钱 后来就不行了 自己脑子笨 做生意不成 老赔钱 后来索兴就去做了保安 在香蜜湖那边 香蜜湖那边 是深圳这边最早的豪宅区 他当时在某某花园 更是一等一的豪宅区 里面住得非富极贵 好多外国人 所以对服务要求极严 他当时毕竟做过生意 性子沉稳一些 也有点文化 物业那边就安排他 服务一些年纪大点的客户 有些客户买了东西什么的 他就帮着拎上去 当时有一个老花桥 住在这里 是个收藏家 经常参加拍卖会这种 买一些藏品 需要他帮着搬回去 有些瓶瓶罐罐 有老柜子 还有一人高的大花瓶 都比较费劲 有时候需要几个人 才能抬动 这个老花桥人很好 每次路过港亭 都和他点点头 有时候还给他丢一盒烟 丢瓶饮料什么的 他原本以为 这个老花桥 是个很有钱的人 毕竟搞收藏嘛 都很有钱的 不过物业的哥们 有一次告诉他 这个老花桥 倒不是什么收藏家 他是一个顶级的 古董鉴定师 专门给顶级富豪 鉴定古玩真假 顺带自己也买点小东西 都不是特别值钱的那种 他说 自己在那边干了好多年 好多人走了 就他留下了 觉得这边也挺好的 豪宅的人脾气大 但是心眼不坏 有一次 一个富二代骂了他 第二天还送了他 一个银制的打火机 他卖了几百块 他在这边也交了一些朋友 大家觉得他忠厚老实 什么事情都愿意跟他说 偶尔下班了 大家也一起喝两杯 日子过得还可以 比较省心 有一天 物业那边的人突然找他 跟他说 有个发大财的机会的到了 需要一个胆子大的 问他敢不敢接 他说 只要钱够多 除了杀人放火 啥都敢干 那边说 杀人不至于 就是有点邪性 也属于学雷锋做好事 属于帮别人一个忙 这个忙 不白帮 给酬劳 一口价 二十万块人民币 在那年头 二十万块人民币 可真是不少了 说句老实话 二十万块在黑市上 都能买一条命了 就他这条老命 都值不了二十万 所以他当时就答应了 说只要不违法就行 结果到了那儿 他却后悔了 因为这件事啊 实在是比要命还可怕 他跟人到了那边 发现就是那个 古董鉴定师的屋子 那个屋子很大 客厅尤其大 被他布置成了一个 文艺沙龙一样的风格 丝排大沙发围着 显得空间很大 但是这时候 那丝排大沙发后面 都站满了人 都是黑西装 戴墨镜的棒小伙 跟电影里的黑社会差不多 中间只有一个小老头坐着 在那慢悠悠吸烟 小老头旁边站着一个人 摇着一把扇子 穿着中山装 说话文皱皱的 看着像个师爷 他见了我 叫了声 到了 然后他拉我去旁边 低声解释了一下事情 我才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啊 这个古董鉴定师 接了一个大伙儿 去香港帮一个大老板 鉴定一个古物 那东西是盗墓的来的 见不得光 所以给了很高的酬劳 让他悄悄鉴定 结果那个鉴定师说 需要工具 工具就在深圳 他过去取了工具就回来 没想到 他却偷偷把那件古董 给卷走了 跑到了深圳 那个大老板看到了 就赶紧派人追 结果追着追着 就追到了他家里 发现古董鉴定师 躺在雪坡里 被人捅了几刀 还剩最后一口气 已经说不出来话了 而那件古物 也不知所踪了 他们赶紧把古董师 送到一家私人医院 结果医院 说不行了 人都给扎烂了 现在还剩最后一口气 随时可能没 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更别说问话了 这个大老板 就用了一颗百年人参 给他吊着命 然后请了南洋将头师过来 想等他死了以后 给他拘魂 就是把他的鬼魂 拘上来问话 问清楚 那件古物到底去了哪里 结果将头师看了看 说不行 这个鉴定师 不仅被人捅了几刀 他蹊跷都被人 刺进去了银针 还用了五行相克的毛扇法 把他的魂魄 逼进了体内 让他的魂魄 入不了轮回 锁魂都锁不到 类似重庆那个红衣南海 这个事情难办了 大老板也说了实话 说那间古屋 也不是他的 是他的老板的老板的 这件东西 要是追不回来 他们所有人都要完蛋 想头师没办法 又找了修毛山术的师兄 他们研究了一下 终于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借殃鬼 殃鬼我们都知道了 就是人含恨 而死后的怨气 这个怨气极重 就会形成殃鬼 这殃鬼有什么用呢 就是它属于厉鬼 很容易附身 那个古董鉴定师 本身就是被人虐杀的 愤恨极深 很容易就可以酿出殃鬼 殃鬼有个特点 就是喜欢扑火人 它附在人身上 人就会生大病 就需要给他打走 民间就有打殃鬼的说法 他们想的办法 就是按照这个原理 反其道而行 让古董鉴定师的 殃气度到活人嘴里 让殃鬼孵到活人身上 这样就可以借活人的口 说出来 到底是谁拿走的谷物了 这个活人 需要身强力壮的人 还有对方心甘情愿 就找了这个保安 讲述这件事的中年大哥 这个中年大哥的一听 这事情太邪乎了 这他娘的 不是要把活人整成死人吗 这万万不可 大老板那边就开始加钱 后来加到了五十万 他想着 这钱够在老家盖套 体体面面的大房子 还够活个几十年的 干脆咬咬牙 干了 他要求 要先把钱打到 他母亲的银行卡里 因为怕自己万一回不来了 这钱就给母亲养老送终了 然后他闭上眼 躺在床上 那边派人 把那个还生一口气的 古董鉴定师接了过来 和他躺在一起 面对面待着 他看着古董鉴定师 苍白的脸庞 闻着那股湿气 忍不住就要呕吐 却被人在脑后狠狠敲了一下 就晕了过去 他说 他醒来后 发现大家一脸凝重 不知道说了什么 应该是没有找到 不过应该是发现了 谁杀的古董鉴定师 后来大老板摇摇头 说了声 算了 惹不起那帮疯子 就让上面处理去吧 扭头走了 那批人也跟着走了 不过他们倒是遵守承诺 没有问他要回那五十万 他说 自己从此以后 身体就败了 原本漆黑的头发 变成了花白色 整个人仿佛老了二十岁 腰也弯了 腿脚也不稳了 而且每天咳嗽 像是飞里有东西 咳出来的都是黑色的东西 火辣辣的疼 他就此辞了工作 回了老家 想着靠命赚了一大笔钱 可以养活老娘了 结果回去后 他发现 那个古董鉴定师 在他身上没走 经常会俯身 又哭又闹 偶尔还会说一些很奇怪的话 他们为难那边 也比较认这个 当地也有不少神婆 他也找了不少 好多人一见他 就说他身上的东西凶得很 不敢碰 也不敢处理 他就这样耗着 发现自己的性格 也渐渐发生了变化 开始喜欢古书 古画 喜欢写毛笔字和绘画 他买了一支毛笔 在废报纸上写字 竟然写得还不错 经常 他会半夜醒来 写一些东西 有时候是繁体字 有时候是他看不懂的东西 有一天 他起床 发现报纸上写了一个地址 地址就在他之前工作的小区里 他心里默然一动 知道这是那个古董鉴定诗写的 至于是什么意思 就不知道了 他开始假装没看到 但是每天早晨醒来 就发现那个地址又出现了 开始是写在旧报纸上 他把旧报纸丢了 又出现在练习部上 他把练习部丢了 又出现在桌子上 他把毛笔丢了 结果最后用筷子蘸着酱油 把地址写在了饭桌上 他索性把家里有颜色的东西都丢了 想着小样 看你怎么写拽文字 结果第二天早晨 他看到墙上用写写了那个地址 而自己的指头火辣辣的疼 是咬破了自己的指头写的 他知道 这个地方是非去不可了 不然搞不好 就得要了他的老命了 他又回到了那个小区 好不容易混了进去 按照地址去寻找 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花坛 他把花坛一开后 里面的土是松软的 把土挖出来后 里面是一个坛子 坛子里用一卷纸包着一个东西 他把东西拿了出来 塞在旅行包里 连夜回了家 他知道 这个东西八成就是他藏起来的那件谷物 那个大老板的大老板 完命寻找的宝贝谷物 我忍不住问他 这个谷物是什么 青铜器还是玉玺 他说 都不是 是几卷画 包着几个尼疙瘩 那尼疙瘩 大约有鞍唇淡大小 一共有七个 我心想 这是什么宝贝 他说 那一卷画 一共有五六张 随便揉成了一团 包住了尼疙瘩 包得严严实实的 他怕损坏了尼疙瘩 小心一把画给书展开 发现还是有署名的古画 画的东西还真不错 都是小蛆蛆 小蚂蜡的 我说 署的什么名字 他说 叫齐黄 我说 这没听说过 又不是齐白石 他说 是啊 不过他看着像古画 还挺不错的 就收在家里了 荷叶红鱼 他母亲喜欢看 他还给我发了几张照片 看着还挺不错的 很有意境 我说 你挂着吧 说不准能值个三五百块的呢 我又问他 那几个尼疙瘩 又是怎么回事 他说 他以为泥疙瘩里肯定裹着什么东西 比如玉器什么的 所以他弄了一盆水 把一个泥疙瘩放进去 慢慢清洗 结果洗到最后 什么都没洗出来 我说 你仔细看了吗 是不是金粉什么的 他摇摇摇摇摇摆 他把泥水都用螺杀了几遍 真是啥也没有 连个屁都没有 我说 那这个鬼东西 有啥用吗 没想到 他却神叨叨地说 这东西 用处可大了 我问他 有啥用 他说 当时他弄了一大盆水 去洗那个泥疙瘩 结果洗到最后 就洗出来了一盆泥浆水 也是心灰意冷 就把那盆随便丢在院子里 就去做饭了 他做饭时 看见家里养的一只大公鸡 去盆子那边喝水了 喝得还挺欢事 也没注意 一连几天 那大公鸡都不吃东西 只在盆子那喝水 像是害了焦壳症 后来他真病了 谁也不喝了 就躺在鸡窝里 开始大量大量掉毛 他觉得完蛋了 这公鸡该不会中毒了吧 想着这鸡肉看来也吃不得了 干脆就随他去吧 没想到 几天后 那公鸡退掉全身羽毛后 精神还挺精神 又可以吃东西了 还长出了心毛 这次的羽毛比之前的要长 也漂亮 尤其是屁股后面 长了一堆又长又漂亮的林毛 威风凛凛的 他之前只能飞一人来高 这次动不动就展翅高飞 轻松飞过屋顶 飞到十几米高的树梢上 还拖着长长的尾羽 完全不像公鸡 倒向一只火红的凤凰 他怕被人看到 赶紧弄了个鸡笼子 把大公鸡弄到了笼子里 又把他新长出来的林毛给剪了 他有些怀疑 这公鸡是不是喝了泥浆水 才变成这样 于是他自己也喝了点 是了是 结果当天晚上就开始拉肚子 拉出了好多黑色的年痰一样的东西 拉完后觉得身体轻快很多 不再咳嗽了 也不再病痒痒的了 身体渐渐有了力气 新长出来的头发 发根都是黑色的 他才知道 原来这泥疙瘩 竟然是圣药 他把泥浆水晒干了 把粉末搜集起来 小心翼翼锁在了家里 当成圣药使用 谁都没跟说 那么多年来 也就是他老婆生孩子大出血 以及他母亲得了癌症后 他才偷偷把药粉掺在水里 给他们喝过 他说 他老婆原本在镇医院生孩子 大出血 人眼看着不行了 他硬是给他塞进去了一撮药粉 结果他老婆硬是撑了过去 连一声都震惊 说出了那么多血 这脸怎么还红扑扑的 最神秘的是他母亲 他母亲一生操劳 老说心口疼 有天晚上疼得实在受不了了 他就把母亲送到县医院 那边拍了个片子看了看 立刻说马上转院 去大医院看看吧 他去了省城医院 那边拍了片子看了看 就把他叫过去 说这是肺癌晚期的第四期 属于最严重的阶段 医生都不建议治疗了 说放话聊也没意义了 徒增痛苦 还不如在家安安静静度过最后的时光 他问医生 他母亲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 不会超过一个月 他就把老母亲接回家 每天给老母亲服用他那个神药 原本老母亲浑身疼 吃了几天药后就不疼了 而且身上有力气了 有一次还吓得干了半天活 一个月后 他带着母亲回去复查 重新做了一系列检测 当时护士拿着片子看了半天 问他来检查什么的 这老人很健康呀 他知道是神秘药粉起了效果 不敢在医院多待 赶紧带着母亲回了老家 现在他母亲确诊已经七八年了 身体依旧好的很 我听他讲完 也觉得这个故事挺好的 就是有点玄幻 什么七个泥疙瘩的圣药啊 莫非是谁把秦始皇领导了 把不死药给弄出来了 我就站起来 把丹买了 感谢他给我提供了 那么好的神话素材 要跟他告别了 他却拉住我 稀稀爱爱说了一个请求 这也是他大老远 从陕西跑过来的原因 他的请求是 他儿子大了 没钱给他在城里 置办一套房子 导致儿子娶不上媳妇 他也没别的路子 就想请我 帮他找个靠谱的买家 找一个亿万富翁这种人 他想把那个神秘药粉卖掉 卖两个泥疙瘩 看看能否在县城换一套房产 我听他这么说 就觉得这人有点不地道了 我就是专业讲故事的 你骗谁不好 哪能骗倒我呢 但是想了想 还是先稳住他 就说如果他那个泥丸 真有那么好的效果 那别说蔚南县城的房子了 就是北京城的一套四合院 也有人愿意换啊 他高兴得要命 说用不了 用不了 就现成一套几十万的房子就够了 太够了 我说 那肯定没问题 你给搞个大户型 但是嘛 你这个泥疙瘩呀 要拿去做鉴定 做营养成分 分析啥的 看看到底有没有效果才行 他有点犹豫 说这东西来路不正 黑社会那边 他倒是不担心 毕竟都那么多年了 那帮人估计早就完蛋了 他唯一担心的是 这是盗墓地来的东西 类似秦始皇陵的不死药 会不会被要求上缴国家 我说 你这想的太多了 国家还缺你这几个尼疙瘩呀 你这要真是好东西 那还理了大功了 搞不好给你发个锦旗呢 他还是犹豫 再三说 能否不鉴定 他可以先给一些粉末实验 癌症患者也行 什么病也行 以吃准好 最后他跟我说 只要事情能办成 他愿意送我一个尼疙瘩 送我一个最大的 我困得要死 就跟他说 可以可以没问题 让我研究研究 骗谁合适啊 然后说 真要回去睡觉了 他也看出来了我的敷衍 就反复跟我说 他不是骗子 还给我发了他家里挂的几幅话 就是包裹那个尼疙瘩的几张指得的照片 还要给我发他们家的大公鸡 我说 好的 好的 哪天我过去 咱们把鸡给杀了 尝尝这神机是啥味的 下了火车后 我直奔家里 倒头就睡 第二天 我醒来后 想起来了这件事 仔细看了看那几幅画 觉得画得特别好 隐隐有大家之风 也有点拿不准 就问了我那个博物馆馆长朋友 有没有厉害的画家叫齐黄的 他问我 你问这个干嘛 我说 我一个朋友 剪了几张老画 署名叫齐黄 他说 有没有照片 赶紧发给我看看 我发给他了 他说 这几幅画在哪里 我说 在他们家挂着呢 他问 卖不卖 我说 这个嘛 估计有点贵 他问 多少钱 我说 一张二千块 不还价呀 多买的话 还能送你一张 他 我 你买不买呀 他 这特么的是齐白石的真迹 我说 不可能 齐白石根本不属这个名 我们家 也有齐白石的真迹 他 齐白石年轻时 就叫齐黄 是他老师起的名字 后来他们家门口 有个驿站叫白石铺 他老师 给他起了别号 叫白石山人 后来叫开了 都叫他齐白石 他才改的名 所以 你这几幅画 很可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 我说 哎呀 他乱改名字 也不说一声 这谁知道啊 他说 人家用你知道啊 你赶紧联系联系 他那几幅画在哪里 我说 你确定是真迹吗 他说 齐白石成名很晚 所以大家研究的 多是他成名后的风格 造假 几乎也都是成名后的话 他早期的话 有几个特点 我专门研究过 外人很难仿出来 我判断是真迹 我一惊 那几枚尼戈的 竟然是用齐白石的真迹包裹 莫非他说的是真的 那真可能是秦始皇陵的不死药 关键他还说 要送我一枚 还是最大的 我赶紧联系他 想着 别说不死药了 就他那个包尼疙瘩的纸 送我一张就好了 但是我从那天开始到现在 一直也没联系上他 希望他看到这篇文章后 赶紧给我联系吧 阿宙 老冯 她有汕筑 那我明天就跟上 一枚 老冯 老冯